东南亚你会想到哪个国家呢 我想很多人想到就是泰国 确实很多人对泰国都很喜欢去 觉得那个地方又热情 然后觉得东西好吃 而且又有蔚蓝的海岸 可是泰国真的跟我们想象 只是旅游这样的一个国家吗 我今天介绍这本书 它会打破你对泰国的很多的印象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你所不知道的泰国 这本书的作者是由两个韩国的学者来写的 他们两个当然是泰国通 他们在泰国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位 而且专攻泰文 很多人想说泰国真的很多人会去学泰文吗 事实上泰国在这几年 大家会想到就是时尚之都 很多的时尚设计 你就会想到泰国 那我们来讲网络好了 你是不是觉得泰国有很多的广告 非常的特别 那为什么泰国它是一个非常创意的 时尚的跟设计有关的国家呢 你以为泰国只有Sawadika 或者是只有宗教吗 其实在看这本书你会发现 当这两个学者用他真的在生活在泰国 对泰国文化的了解之后 他分别从泰国的国民性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国民价值来告诉我们 泰国真的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了 你知道泰国它有个特殊性 它的民族性格呢 就跟竹子一样的弯曲 只是它非常有弹性 大家可以想象吗 这个安全帽应该是一个强制性的义务规定吧 不过泰国一开始在推行这个戴安全帽 可是一个很大政策上伤脑筋 因为你知道泰国很热 但是机车又非常的普遍 所以呢最后他们知道折中了 就是如果你骑在大马路上 你就一定要戴安全帽 但是如果在小巷子里面钻的话 OK吧 就让你过了 这就是泰国在取法上面 他们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观点 另外呢 泰国人他们是崇尚头部的文化尊重的 头其实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地方 因为他们觉得头就是灵魂的出处 所以到泰国你不可以随便摸一个人的头 即使你看到旁边有个女生 她头发上可能粘的东西 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要帮她拿掉 但是在泰国 你一定要非常礼貌地问她说 我可以碰触你的头发吗 因为头对于泰国人来讲非常重视 但是头重脚就轻 脚在泰国是非常卑贱的 所以呢 你不可以用脚来指着长辈讲话 有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 可能脚就自然是指向长辈或尊者 可是在泰国是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 所以呢 他们在吃饭如果席肩而坐的话 脚必须要曲着 因为他们脚指头不能指向长辈 当然呢 泰国人可能身上的装饰非常的华丽 非常重视他们的头饰 他们的衣着 但是他们唯一不投资的就是他们脚 所以呢 鞋子对于泰国人来讲不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今天聊的非常多 你就会发现 泰国其实有多的文化性 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 下次如果到泰国旅游之前 不妨来看这一本由麦浩斯所出版的 你所不认识的泰国 请不吝点赞订阅